《圣经的独特性》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学货概述》 我们刚刚进入了新的一季 这一季的主题是《如何解读圣经》 而这一课的题目是《圣经的独特性》 我们一起祈祷 持平天父你是色在、金在、永在的神 同样地你的话语也是永存不变的 今天我们有机会研究《圣经》 是我们的福气 祈求神赐给我们圣灵、五星 去明白你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圣经毫无疑问》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圣经》中的六十六卷书的著作时间 涵盖超过一千五百年 《圣经》是由四十四位作者 他们之间甚少联系 甚至是毫无联系 而执白书写而成 《圣经》比任何一本古书 都有更多的古代手抽本 《圣经》的古抽本 一共有二万四千六百卷之多 它亦是第一本被翻译的书 而且是第一本被古登堡所印刷的书 而古登堡就是发明了活字印刷術的一个欧洲人 它一有了新的发明就第一时间印刷《圣经》 今天《圣经》亦都是被讲返翻译的书 然而《圣经》独达性还不止这几点 让我们一起来研究学科 来看看为什么圣经是这么独达 星期日内容讲到《圣经》永活之道 《圣经》三十二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 摩西向以示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又说我今天所警告你们的 你们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 紧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 乃是你们的生命 在你们过药但何要得为业的地上 迫恩这事日期得以长久 摩西的怀言包含恩切的劝勉 上帝借着他传给以示人的话 要成为他们心灵的基石 摩西要借此向众人强调 上帝以及上帝对他们生命的旨意 应当成为君主的焦点 要以上帝的话来教导子女 唯有这样每一代的人 才能传代上帝教肃的永远 今天来到世界即将结束的时候 将会有一群忠于上帝的话语的人 他们是紧守圣经上一切的话 他们是紧守继命 并为耶稣作见证的 照来我们看看 道成肉身和圣经的启示或默示 有什么联系 我们先看几个章节 有恩福音一章一至五节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做的 凡被做的 目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做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然后看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 和目的 他以尼采雅的身份 道成肉身 实现了旧圣经的应许 因他曾活在这个世界上 又从死里复活 圣经的话语不但得以证实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一个全身的生命中 得斗了有一关永生的伟大应许 我们看星期一 圣经的作者 语出处 圣经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地方 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 但他们全部都被上帝所用 摩西原本在皇宫长大 后来变成一个牧羊人 上帝呼召他 成为一个以诗灵的伟大领袖 阿摩斯原本是一个畜牧业者 庄家收割者 什姆尔和耶利米 他们年轻的时候被呼召 即成为祭司和上帝的先知 大额和所罗门是冠王 但耶利和以色列 他们亦都在秘魯之下写书 在生日圣经里 马太是个瑟利 保罗是个佛利塞人 约翰是个愚夫 被呼召成为门徒 老迈的时候被放逐到百摩岛 劳家是一位医生 是一位历史学家 他是沉弊偶像的外邦人 彼得是个愚夫 被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 尽管圣的作者有诸多差异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无论他们身居何时何处 他们都是受到尚对的呼召 受圣灵的启示 为上帝子民写下神圣的教训 接下来我们看星期二 圣经是预言 彼摩斯书三章七节 主耶华若不将报备 指示他的仆人 众先知 就一无所限 圣经不单是上帝永活的话语 他还包含了预言 圣经拥有大概百分之三十五是预言 上帝预言将要发生的事 对于耶稣的生平和事公的预言尤其是惊人 例如在《创世记》四十九章十节 归必不离犹帝 像必不离他两脚之根 直到世罗来道 这里预言了耶稣是出自犹帝 在诗篇二十二篇十二到十八节 就描述到耶稣被钉十架的苦房 以彩下书五十三章三到七节 更加描述到他在十架的情况 第三节说到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第四节 他承言丹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是受责法 被神击打苦代了 第五节 哪知他怀我们的过分受害 怀我们的罪业预伤 因为他受的刑法我们得平安 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经文很清楚说到 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 没有他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 其实在旧的圣经中 至少六十五个经文的预言 是直接与耶稣相关的 这些预言就是强而有力的证据 证明耶稣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利财亚 最门口的圆迫必定会现验 就是耶稣必定会在来 我们继续看星期三 《圣经》是历史 圣经并不像其他宗教的圣书 他们主要的内容是哲学思想 圣经是一本历史书 特定的人物 事件、地点、城市 甚至山和河流的名字都被提过 《圣经》的焦点 亦是等待尼采雷林的一群人的历史 而《圣经》的焦点 得在于这些应许的对愿 耶稣和他复活 升天的历史事件 四福音书和保罗向我们见证 耶稣的死被埋葬 后来从死里复活 并向不同的人显现 有目击者证实 是他们将耶稣安放在梦中 后来亲眼见到梵母空谣 有人触摸过耶稣 耶稣亦和他们一起吃饭 末底拉的玛尼亚 耶稣的母亲玛尼亚 和其他妇女都知道耶稣复活的消息 两个门徒去以马五思的路上 与耶稣交谈 复活后的耶稣向门徒显现 并将大使命传给他们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讲 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言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言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 门徒说主果然复活了 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灰心失意的门徒就会各归各家 原本身为渔夫的 就会重操故业打鱼算了 从此再不会有人传福音 是耶稣的复活改变了门徒 从害怕变成勇敢 甚至为福音的缘故一个一个的殉道 好了我们来到星期四 圣言改变人生的大能 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三节到二十节 记载约西亚王撕裂衣服 为什么他撕裂衣服 而他的改变又如何改变整个犹太盟族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背景 当约西亚登基做由大国的王的时候 他只不是八岁 圣经记载说他的祖父 马拿西侍奉加林的诸神 昨晚招魂的行邪朔的观星的 就令自己的儿子也拿来做制物 马拿西也是导致百姓陷在可怕的背道当中 所以从约西亚的基因和成长的环境 我们也只能推测 由大国将迎来与马拿西统治的时候相同的命运 但事实相反 圣经说约西亚行邮和眼中汗为静的事 行他祖大为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究竟是什么造成这条差异呢 当约西亚二十五岁的时候 大祭司希腊家发现了律法书 应该就是摩西所写的头五本书 当约西亚读上帝的圣言之后 他深刻悔改 后来的付诸行动 遥让所有的以识人都正确地敬拜上帝 他立刻开始在全地施行改革 拆毁忧藤 打碎爱邦人的神像 发现上帝圣言会使人有坚定的信念 悔改几个 并得着改变的能力 希腊来书四章十二节这样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有功耗的 被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甚至 魂与灵 骨折与骨髓 都能刺入 否开 连心中的意念 和主义都能变明 上帝使用圣经来感动我们 使我们知罪 悔改 并得到新生 他能改变人 家庭 甚至整个国家 圣经 能够改变人生的能力 是他最独特的地方 成千上万人 被改变人生 就是圣经 作为上帝啟示的华语 一个确据 愿意我们每一个都更加勤奋的 研读圣经 好了 我们这课句述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拜拜